朱元璋当皇帝后打算迁都 刘伯温一看 这个地方不能当国都 1368年 朱元璋定都南京 在当时 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 北方还没有彻底平顶 南方复述 适合当国都的地方却不多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 有天险依靠 这里过去也曾被选为国都 无论是格局 气势上都足以担任国都 再加上朱元璋当上皇帝后 围绕着南京 画了一大片土地 成立了一个直立省 这就是南京可以拓展的空间 增大了很多 不过 在定都南京以后 朱元璋曾两次筹划过千都的念 头 第一次千都的时候 朱元璋把目标放在了自己的老家 凤阳 当时刚刚建国后不久 而凤阳这个地方 如果不是出了朱元璋 再过五百年 也不会被全国赎指 不过 朱元璋对于千都凤阳 还是提出了一些非常正面的理由 比如 南京距离中原太过遥远 不容易控制北方 而且 得到天下的人 如果不能定都中原 肯定不能控制天下 而凤阳这个地方 距离中原比较近 而且 凤阳还有长江 淮河作为天险防卫 运收粮 时也很方便 皇帝既然发话了 大家也不好说什么 于是 浩浩荡荡的建都工程就此展开 朱元璋争掉了百万民夫 从全国运送了大批的材料 用来修建国都 为了补充凤阳的实力 朱元璋六次下令组织移民到凤阳 前后达二 三十万人 不仅如此 朱元璋还在凤阳修建了大量的税力 并全免凤阳赋税 这些做法 把凤阳从一个普通县城 一下子改造为淮河流域的中心城市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在于 洪武八年 朱元到凤阳燃收工程以后 却下令放弃让凤阳成为中都的决议 至于为什么放弃 现在也没有确切的说法 有一种说法认为 当年刘伯文增券建筑园章说 凤阳虽地下 非建独地 凤阳虽然是皇帝的老家 但这个地方不能当国都 其实 刘伯文的看法是对的 凤阳这块地方 毕竟格局太小 虽然可以从外面移民 调粮食 但还是难以支撑起国都这样的大格局 而朱元璋听完刘伯文的建议后 这才放弃了迁都凤阳的想法 而朱元璋的第二次迁都 发生在他后期的时候 朱元璋让太子朱标巡视陕西 当时巡视的目的 就是为迁都提前做打算 因为关中显故 秦汉时期 陕西关中一带 已经被定为国都 而在当时 西安最有可能被选为国都 朱标按照朱元璋的叮嘱 巡视了陕西 还赏赐了不少钱财给秦帝的百姓 回到南京后 朱标献上了陕西地图 并向朱元璋谈到了在陕西修建国都的事宜 不过 这次迁都因为朱标的意外去世而失败 年老丧子的朱元璋 无法承受这份悲痛 再也没有谈及迁都 包由帝王师刘伯温度阴山之领略千古毛尘 深不可测的谋略只会独克 神机妙算刘伯温 书籍四十六用购买